何止是美啊 跳舞的小子怡就像是一个小天使 闪闪发光 稚嫩的笑脸 看了却让人心疼 蒋章子怡从小就长得特别漂亮 性格也特别开朗 然而天又不测风云 2010年10月28号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蒋章子怡却发生了一场意外 她被一辆大卡车迎面撞上 眼睁睁地看着车的前轮和后轮轮 自己的腿上 压得多一下 医生说 要想保命 就必须马上做高位截肢手术 一条腿在大腿这切掉 而另一条 还要连着半个屁股都要被切掉 手术回家之后 原本活不开朗的小子怡 完全变了一个人 躺在床上的她 几乎不说一句话 别人问什么 她只会点头和摇头 几乎不怎么笑了 透过窗户 看到曾经一起玩的小伙伴 他们在院子里 跑跑跳跳做游戏 小子怡知道 自己再也不可能像从前一样 和他们一块儿玩了 她知道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 妈妈张水香 看到女儿这样心里实在是难受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没办法改变 孩子还小 将来的路还长 要面对的人和事还很多 不能一直沉浸在伤心里啊 所以从那之后 她就总是用一个小被子 裹着女儿带她出去玩 但是每次出门 小子怡都窝在妈妈的怀里 不敢露头 因为她不想看到别人同情的眼光 更不想看到有人对她指手画脚 为了让小子怡重拾自信 张水香抱着她参加了很多比赛 2013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水香和蒋章子怡 参加了一道舞蹈节目 当时无数人被这个小姑娘 脸上流露出来的笑容和自信 都感动了 我们看到的这些 都是她参加比赛 获得的各种证书 现在的小子怡 已经是一名初二的学生了 她还是班里的文艺担当 经常主动教同学们跳舞唱歌 同学们也都特别喜欢 和开朗的她交朋友 课间操的时候 经常两三个人 抱着她就去操场上玩了 小子怡说 她现在已经不再介意 别人看她的腿了 而且小小的她 现在还有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梦想 并且为之努力着 到底是什么梦想呢 妈妈知道她的愿望吗 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她最大的梦想是 成为一名舞蹈家 嗯 说实话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 就能够让她 学个一技之长 能够自己可以 照顾到自己 但是她的梦想 就是一名舞蹈家 我们消息上了 找了很多舞蹈老师 像她这一块舞蹈老师 根本就很难找得到 有的在网上说 小子怡能够成为一名舞蹈家 那比登天还难 她们有应该 说实话